拜登总统清零加州助选 两党交锋 选情激烈 美国前总统川普很有可能竞选2024总统大位 中期选举倒数4天 洛县警长批贾斯康干扰竞选 天堂阵火灾幸存者 为躲避野火到外州重建家园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日加州 这次美国中期选举 加州也成为两党激战的选区之一 甚至总统拜登也在周四晚清零加州助选遭事 请记者王滋意报道最新选情 加州过去一天的选战看点很多 最出人意料的是拜登总统周四晚亲抵南加州 为谋求连任的联邦众议员麦克莱文站台 不过却说我们即将解放伊朗 选举即将到来 莱文正遇到共和党候选人 布莱恩·马里奥特的强有力的竞争 选情岌岌可为 为此拜登警告加州人 如果这次不选民主党 妇女将不能自由堕胎 马里奥特则在周四晚的集会上 要求拜登向加州人道歉 因为拜登过去两年的执政重创了加州经济 让社会变得动荡不安 人们的健康状况也因此恶化 他表示一旦当选会降低物价 重建美国能源的自我供给 让油价恢复正常 人民安居乐业 加州是传统的深蓝州 2020年总统大选中 民主党多出29.2%的选票 2018年州长选举中 民主党多出18.6%的选票 55岁的州长加温纽森谋求连任 胜算很大 纽森周四意外否决了地方政府 解决无家可归者的一揽子计划 州政府估计 每天晚上加州都有超过 11万3千人入宿街头 各县市政府也抱怨 州政府拨款杯水车薪 无法有效帮助街友 目前加州选战最胶着的是 52个众议员席位中的9席 以上是加州的最新选战情况 周四美国前总统川普在一次集会上表示 他很有可能会参加竞选2024年美国总统 来看报道 美国前总统川普周四在爱荷华州 为共和党人造势时表示 现在为了让国家迈向成功 安全与繁荣 我非常非常非常可能会再竞选一次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仅剩5天 民调显示共和党在众议院获胜几率较大 而川普很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宣布参选决定 尽管目前川普官司缠身 并因去年1月6号的国会事件饱受共和党人攻击 但川普在美国仍然有强大的民意支持 曾深受美国人喜爱的深夜秀节目主持人 吉米·卡摩尔日前坦诚 自己曾经开了一个讽刺川普的笑话 失去至少一半粉丝 节目收视率也在之后一路下滑 新唐人电筛记者林一综合报道 洛县警局局长维拉纽瓦周四公开指责 洛县地区检察官贾斯康 向公众隐瞒竖起涉及警官的案件 调查结果 以影响警长的连任竞选 并打击罢免贾斯康行动 中期选举在即 洛杉矶县警局局长维拉纽瓦 在周四的新闻发布会上 指控洛县地区检察官贾斯康 故意隐瞒三起警方枪击案件 和一起警方对囚犯使用武力案件的调查结果 这些案件导致维拉纽瓦被指责包庇下属 进而影响了她的连任竞选 四起案件分别发生在2018年 2020年和2021年 但维拉纽瓦表示 至今没有任何来自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结果 面对维拉纽瓦的指控 贾斯康否认 并且表示所有案件都在调查或审理过程中 但并没有公布更多细节 本次中期选举 落线宪政委员会提出一项地方公投案 将修改宪法 允许五名宪政委员投票罢免选民公投的落线警长 新唐人电视台洛杉矶记者站综合报道 2018年北加州的坎普大火 几乎摧毁了拥有27000人口的天堂镇和周边地区 在这场大火中失去家园的一家人 应担忧历史再度重演 搬离了加州 选择到外州重新生活 经历加州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火灾后 霍尔登一家七口人 选择搬到美国东部的佛蒙特州定居 他们已经适应了当地生活 并努力建造新家园 我们来到佛蒙特 我们后来到我们家 我们都失去整个城市 和周围的城市 来到军火灾 我们在搜寻找一个地方 我们永远都不必须再经历过 然后佛蒙特是我们在那里 当初寻找落脚地时 能够找到一份工作 并负担购买土地的开销 是他们的首要期望 什么东西你做到最初 你购买一家 你找到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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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有点钱 要移动到国家 要买一家 但你不想炒到那些钱 经过寻找 他们选择了佛蒙特州的普罗克特 经过寻找 他们选择了佛蒙特州的普罗克特 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 靠近美国东部最好的滑雪圣地 霍尔登先生在当地找到一份工程类工作 并购买了一个拥有192年历史 占地237英亩的农场 I'm very happy that we left it was hard it's the hardest thing that we've ever done we felt that loss for a long time being away from home being away from our community and friends but fire season is not just a season anymore it's year round the drought is constant I see our friends and the things that they're going through still trying to rebuild their homes I wouldn't be able to deal with that worry every year of fire season 现在 霍尔登一家安居乐业 享受农家生活 孩子们会帮忙采摘鲜花 在农场摊位上出售 一家人还经常外出骑行和徒步旅行 新唐人电视台加州记者站采访报道 为促进族裔和谐 河桃市西边公园喷水池及广场 于11月3日破土动工 当天河桃市市长、市议员及多位嘉宾出席了破土典礼 河桃市西边公园喷水池及广场 于3日破土动工工程以族群多元化为主题 筹划近两年将耗资270万元 计划在一年内落成 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公园完工之后 能够提供更多的服务给我们的市民 以及周遭的所有的居民跟朋友 尤其是大家在疫情之后 更需要在户外的活动 跟户外的娱乐 在娱乐方面能够达到更大的效果 他们希望市民能享受到更多市府的建设项目 特别是疫情之后需要更多的户外活动 因为在美国其实本来就是一个移民社会 那我是希望大家都有这心态 然后互相尊重 互相支持 因为我们沃娜其实华裔占了非常大的比例 那我们在这里 我们也不能说我们是最大的族羽 我们就不支持别人 我们要互相的保持团体合作 然后能够互相的能够沟通 互相尊重 真的是非常重要 我们这个city呢 一向都是非常促进族羽团结 那我们核桃市华人协会 也在各个层面呢 也鼓励就是居民的参加社区的活动 跟其他的居民互相交流 宣传我们中华文化 很好的传统 新函电视台记者杨阳 洛杉矶采访报道 因为重税收 治安状况差等因素 除了科技大厂迁移外周 加州富人也纷纷逃离加州 昔日大厂云集经济蓬勃发展的风光不在 由南加州观察员分析 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将带来严重后果 加州目前的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 位居全美最高 但立法者希望通过AB1253提案 继续提高税收 南加州政治经济观察员 叶俊宁形容 高税收造成富人离开加州的现象 就像北风跟太阳 另外他认为 美国移民政策应该要有优先顺序 才能成为富强的移民国家 我们第一个要吸引最优秀的人才 我们要吸引全世界的资金 我们要创造一个好的投资环境 越多人以前投资到美国 让美国的就业率一直蓬勃升高 而不是漫无目的的 像美墨边界一大堆人 每天都挤着要进来 其实增加的可能是某些党派的选票 但是对美国的未来 会不会是一种可能的危机 对于洛杉矶市议会 主张把街道游民安置在酒店内 他表示 这将伤害旅游业等企业的投资意愿 如果家族有更多好的旅馆 能够吸引更多的观光客 财政收入是一个好的帮助 然后你再把这个 再去照顾这些游民 但是你不能杀鸡取软 有房间空出来就给游民住 这是什么样的概念 导致更糟糕的后果出现 家族没有更好的投资环境的味道出现 他分析 没有永续经营的做法 会使美好的社会价值消失 让更多人离开加州 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新唐人记者 郁金徐展成洛杉矶采访报道 华人素来注重养生之道 有很多人相信预防比治疗更重要 中医师黄景君提示 疾病与个人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注重饮食与适当作息 是最佳预防方法 中医师黄景君指出 现代人的很多生活习惯和作息时间 都会影响健康 像我们《黄帝内经》中讲的 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该上班上班 该休息就要休息 所以这个人呢 你才能恢复体力 你才能更有精神体力去干事情 其实我觉得人呢 选择很重要 就是我们选择怎么样的生活 你要不在意你自己 谁在意 你要自己会保健 自己会养生 自己才会不生病 不是所有人都是你妈 有一个天天跟着你 屁股后呢 你要睡觉了 你要干嘛了的 自律非常重要 他告诫年轻人 若要保持身体健康 生活起居必须要遵循自然的规律 尽量少熬夜呀 然后尽量少吃过油 过油腻的这些食物啊 还有呢 就是一个喝冰水的问题 喝完以后肠胃就会 敏感度就会降低 然后很多人呢 在肠胃麻痹的情况下 就会多吃 吃的就会没有节制 造成我们一个身体的一个不消化 会给脏腹功能增加负担 我们很多人呢 就觉得哎呀 喝冰水 挺过瘾的 对吧 特别是其实我们运动完了以后 千万不能喝冰水 会引起一个炸肺 你看我们那个马 然后在跑完了以后 很多这个喂马人 他们就会在那个水槽里面 放很多草 马他就会怎么样 喝得比较慢 他表示 相较于西医注重局部细节 中医的整体观念是特点 很多病医是不轻的 就是现在的医学 它还是有空缺 中医是整体医学 不像西医 我是眼科的 我就看眼科 我心脏科的 我就看心脏科 肝有问题了 拉了 皮有问题了 拉了 肾有问题了 还可以拉一个 还有一个代偿 就是减法 但是我希望我们中医是加法 加法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没有的 我给你补起来 不是给你一个一个 给你减掉 因为人体的每一个器官 都是有用的 我们人体是非常精密的一个仪器 你的人体哪缺少了 哪一个脏腑都会对你的身体有影响 不是没有影响的 根据行医多年的经验 他分享 任何疾病都有先兆 而预防远远甚于治疗 其实我们所有的病症 都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关 只是你有没有自己去注意 如果没注意的话 你得病几率你肯定是高 所以基本上所有的病症 其实都是自己养出来的 而不是说我有遗传的 我就是要得这个病 因为很多人都是死于无知 希望是大家可以了解 然后增加一些知识 可以不生病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郭约希 王滋溢 洛杉矶采访报道 再来关注中国疫情的最新情况 面对无休止的封控 武汉汉阳区的一个大院内 任无可忍的民众 在抗疫无效后自行解封 而河南郑州的一位官员也坦言 病毒是开着宝马在传播 病毒开的是宝马 我们做的是垃圾 11月3号在郑州疫情新闻发布会上 官方声称这次疫情传播速度快 病毒如同开着宝马 擦肩而过就能传染 然而在中共极端清零的政策下 面对如此严峻的传播风险 郑州官方却同时宣布 目前全市6000多个居民社区 已经解封3899个 不少市民对官方的说法感到不满 大量财图显示 不少网友在记者会直播时留言 直指郑州市政府是骗子 直播间底下的留言更是一片骂声 称当局造假 当局的表演式解封 也被民众直接曝光 与此同时 从富士康逃出来的员工 仍然无法回到温暖的家 今天的风有点大 风锤里这小屋有点 承受不住了呀 看这帐篷不要刮兜里 看这声音这风大不大 制品显示 好不容易逃回家乡的富士康员工 已经被当局拉到野外隔离 有网友评论说 这是逃出虎穴 诱入狼窝 这是真地八匹扣的 好多人的 这是走的第四匹大巴 网传视频显示 位于广州的一个工厂 大批工人冒雨排队 等着被大巴车转运隔离 这边有五辆大巴 这边大巴就多了 有十几二十辆 然后这里的人在排队上车 我们没隔离在山上了 山上打帐篷了 看他挖机 11月4号 广州康乐村居民 董先生对本坛表示 政府半夜突袭 拉走数百人转运隔离 由于外地不收 这些村民就被扔在荒郊野外 临时搭建帐篷隔离点 就地强制隔离 11月4号凌晨 武汉居民开始敲打锅碗瓢盆 抗议当局无休止的加码风控 汉阳永丰街道的居民 更是直接拆除隔离帐篷和围党 自行解封 有市民透露说 武汉的很多地方都封控了 但是省委市委和区委 街道办却没有被封 据路透社报道 截至本周五 中共当局报告的新增病例数量 创下了六个月来的新高 新唐人记者瑞丽 投约记者雄斌 纽约采访报道 上周日 由关区菊花协会主办的 第十届菊花展 在萨拉托加举行 五颜六色的花朵 争取豆艳 为民众带来了丰富的观展体验 在北加州 在北加州萨拉托加 琼皮萨尼社区中心 各类品种的菊花 把展厅点缀的 岔子烟红 主办菊花展的湾区菊花协会 希望通过协会的力量 促进菊花的培育和维护 今年一个由九名评委组成的小组 评选出了最佳花卉 并把它们展示在主桌上 为了培育出观赏性强的花卉 种植者需要培育不同品种 耐心浇水 施肥 提供足够阳光 并且对抗虫害 她表示 当初只是从一个样品销售处 买了这株植物 没想到如今 它会生长为独特的菊花 虽然获奖者们 只得到一条丝带作为奖品 但观赏者们的笑容 是他们最大的收获 新唐人电视台 加州记者站采访报道 感谢您收看 今日加州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